日空19年日葬杯 全國白球搖車賽 對契合開始一年三天 在江義市 港北風雨白球場來頂上 今年參加的有對 北部到南部總共有十一的館期 超過九百位的選手參加 江義市長有明慧親自告現場 要來到參賽的選手 當時也歡迎在選手 和隨隊的家修 可以利用到比賽有營的時間 在江義市如有觀光 吃美食 天鹽到你在地的白人風景 全國白球搖車賽 今年是連續第七年期版 也是因為國內球一定第一名度的白球比賽 今年是特別在五日這三天的連鎖 在江義市港北風雨白球場來頂上 開精采的比賽 江義市長有明慧親自告現場的參與 開幕機場 以台主的新婚 歡迎來自全台灣各地的選手 和九萬的嘉賞 熱中杯已經第七年了 中間走過了許多的困難跟艱苦 但是他們一直不斷的在強調 要吃美食不太簡單 要拚第一名才有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跟後面 所以真的馬上一開放報名 一百多隊馬上就報名 報名額滿截止 我相信這已經有凝聚力 都是年輕人愛打球更重要 愛吃肉掌 因為你知道這個肉掌是得來不易的 比自己要包自己要自己要買還更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創意 所以等五節到哪裡到嘉義市做什麼 我們來看排球比賽 來打排球來吃肉掌杯 肉掌好吃 熱中杯是有在地 國中人家老師五輕動發起 當時她是在地獄高中來認識 和學生孩子自己組成在熱血排球隊 利用學科之後的時間來練習 做對參加優異比賽 但是有一些比賽報名會今天 國慶東就想到來基盤到一種 普通的球員在當拍的比賽 讓嘉義打排球的各地朋友來參加 去年的盛況 所以今年其實我有承辦的一個壓力就是 想要把它辦得再更好一點 希望更多人來嘉義觀光 然後行銷嘉義這樣子 但是在各方各面裡面 其實有很多行政上面 或者是地方上面的一些壓力 甚至有一些算美角 那我經驗真的不太夠 那這部分其實我希望就是說 我想要把它辦得很好 但是我需要一些資源 然後甚至有一些人可以幫助我 其實在場你看得到幫我的 都是我朋友倒下停來的 他們都是無償幫忙 對 所以我覺得說真的 我有這群朋友真的我也很感恩 那會哽咽的原因就是因為 真的經費的關係 真的整個球賽不足的部分 都是我自掏要包補上來的 謝謝 謝謝 在台灣白球運動尚以著問的 求你活動之一 這一次比賽可以在分成 熱血男子組 熱血女子組和混血男女組 是這場沒有差別比賽 透過人家基盤比賽 讓球員可以全家大小做會來參加 特別是在面運動的目標 也讓白球活動 不只是求人在運動的領域 前一部可以帶動跟他指揮公 主辦單位也特別合成 異商女來合照 提供優惠的大小 讓參加人套過運動 實施到家裡 前一部家裡家裡 來帶動到 下期的觀光行銷 最新新聞 中間孫王小孫 跟他一起 彩虹報道 成功 疫情 眾所大 情 sections 有 來了 感谢观看